12小时不间断的健身活动为慈善筹款 约1300人同时在线上线下参与了本地首场健身节活动 12种健身活动,12个地点,连续12个小时 在淡宾尼天地举行的集体尊巴五 就是今年新加坡健身节上的其中一场活动 文化社区级青年部长唐振辉为活动主持了开幕仪式 尊巴五现场也同其他的活动地点连线 参与者可以选择在家里通过线上参与 活动本身无需付费参加 但是主办方鼓励参与者捐款给活动支持的两家慈善组织 为慈善建议分离